海洋露臉粉嫩櫻花绽放 即使假期只有一天 民众还是要把握机会前来赏花 外头天气暖呼呼 准备开始吹南风了 气象鼠对桃源市发布农物特报 进到室内如果觉得地板 好像实施黏黏反潮了 这时可不是开窗通风就能解决 方法没用对恐怕会越来越湿 温差比较大 它会造成这个水气的凝结出现 所以你若是开窗的话 除了开窗时间很重要 想解决室内反潮 还有五个小PEPPO 可以开启除湿机 关上潮南的门窗 或在室内增加温度 在地板放置干燥剂 也要注意预测温度 而未来三天各地暖热 尤其高温上看30度以上 西部内陆甚至可以达到33度 到了周四封面报道 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及东北部将会转凉 水气也会跟着增加 到了礼拜四礼拜 我跟礼拜后这一集 中部以北 然后跟东北部的地位 大概就是都在15到17度左右 然后在花东地区的话 只是在18、19度占个温度 北台湾地区的话 都是会比较偏凉一点点 然后其他地方的话 早晚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有比较偏冷的一个状况 春节刚过 学生陆续返校上课 即将迎来元宵灯会 人潮聚集 有意识市井 天雪之人 千万别大意 因为若再度确诊新冠 高烧喉咙咙痛等症状 将会持续一到两周 疫情恐还会迎来一波高峰 温度变化大 提醒民众做好防护 记者林振坚 钱云轩台北报道